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精神科 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 他叫宋晓晓 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亚人哥 首先你得想一想 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出现 有几次不是有流星影的吗 第二种人格的出现 都会有一定的条件 每次你作为主人格 请进过来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我 我实在是想一想 我们换一种方式 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个症状吗 而在这个之前 遭受过什么沉重的打击吗 我三年前遇见我一场车祸 在那场车祸中 我父亲去世了 但是具体的细节 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 我只是记得我的父亲死了 我其他的 我还给你分手 我还给你分开 让开 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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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就是导致你 精神分裂的一个导火索了 这样吧 我再另外给你开些药物 应该可以有效地 帮你抑制第二种人格 抑制 什么 你的亚人格呀 不过 用药物来控制的话 只能是暂时的 无法彻底根除 而且依赖药物 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 第二种人格被压抑得太久 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 来爆发出来 就目前来说 你跟他的相处 还是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下 一旦让他知道了 你已经开始做治疗 去抑制他 让他感受到自己受的危险 也许就不会像之前 那种好说话了 这样啊 迟磨 迟磨 就凭你也想关注我 我要是任你摆布的话 我就不叫宋晓晓了 最近怎么无精打采呢 失联了 跟失恋也差不多了 我男朋友已经消失好几天了 干不过是出什么意外的 你别吓唬我 我认真的 你这大活人 白白的消失好几天 不是出事了 就是外面有别的女人 别的女人 小小会有别的女人 不能够吧 男人靠得住 母猪无上述 你下次要是见了他 可得好好问问他 这一天去了哪儿 做了些什么 都说女人在恋爱中的 只身为零 但是 一旦碰到男朋友出轨劈腿 这些破事 瞬间变身佛尔摩斯 你也想感受一下 自己至少暴敏的时刻 不要 不要 我才不想有这种体验呢 我宁愿做一个 享受恋爱的 笨蛋小女人 她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可是 晓晓啊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 突然就不见了呢 你 迟墨 迟墨 我告诉你 为了聪明 我也不会输给你 你这么对我 这种东西 我才不选 迟墨 你送给我一个大礼 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你送给我一个大礼 你好 喂 老板 你怎么还不来呀 你忘了你今天 约了全体股东 召开董事大会吗 是吗 有这种事 所有的股东 都已经等得不难烦了 你快点过来 我已经顶不住了 好 我马上过去啊 丁丁哥 石墨那小子什么时候到 请大家不要着急 池总他因为有点事 在路上耽搁了 你告诉他啊 最多再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他还不到 这项提案 我们就自行决议了 请大家稍安勿躁 池总他马上就到了 太白白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打个电话去 我小子见了 太不像话了 到现在都没当 就是啊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金秘秀 你告诉他啊 不必来了 这项提案 我们股东会自行决策了 是吗 看样子我不该来啊 老板你终于来了 石墨啊 你倒的可够早的 你怎么回事 本来呢 我想用这次迟到 来表明我的立场 很可惜啊 你们一个都没有察觉出来 什么立场啊 就是你们所提的方案 我表示否决 什么 你否决我们的提案 想当初你父亲在的时候 对我们的提案 都是认真考虑接纳的 你这么个毛头小子 现在倒敢在我们面前 专横决断了 张总啊 这话我完完整整还给你 穿横决断 如果对实事有利的项目 我举双手双脚单程 可是张总你 私自挪用实事公款 在外面注册空壳工资 所以你们的提案 我不得不考虑一下呀 你 小龙 你这样就不对了 张总 真总 我还没说你呢 去年仓库找火 适合我找人调商 那火是有人故意放的 之前因为你的错误决断 装品货物积压 那一场大祸呀 不 不仅解决了你的困难 而且还让你意外得到了一笔保险赔偿 郑总 你有没有去还原啊 你这话的意思 是怀疑我自己放的屋吗 没有 我怎么能怀疑你呢 我只是想告诉在座的某几位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们干了那档的烂事 我这儿记得一清二楚 什么指桑骂槐的 在我这儿不好用 疯了疯了疯了 这该怎么受伤啊 现在我宣布 散会 宣布 老板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现在这个提案到底该怎么办呢 请大家伤暗勿躁 明天池总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 出去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之前不是在跟赵医生讨论病情的吗 这不是我那部手机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面对面谈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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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 有没有被自己的脸吓到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我把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的嘴脸 一张一张全部撕了下 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 好精彩 当然 我也很期待你的反应 跟他们相比 我觉得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好 不用谢我 这就当 我送给想让我消失的人 第一份谢你 我不只知道你找医生去治疗 企图让我消失 我还知道你在调查三年前车祸的事情 想不想知道父亲车祸的内幕啊 本来我这里有一些线索 跟资料想给你的 但是我今天很不耐心 告诉我 如果你想让宋晓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好啊 那这里的 记忆跟资料 也就会消失 孰心孰众 你自己得让清楚 还有 我不喜欢别人危险 如果你想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为艰难 这是我对你的警告 警告 迟墨呢 士典 你继�** 你继续 而且给一些工 金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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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 你出去 不要来烦我 你出去 出去 我没想来烦你 我是来通知你 股东们决定重开股东大会 会议的主题就是 罢免你这个董事长职务 你说什么 你今天在股东大会上太过谎了 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变了个人 变了 现在 只有我可以帮你了 说吧 什么条件 和我结婚 你的好意我心里呢 既然是我自己捅下了搂子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你是在拒绝我吗 都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不让我帮你 郑宝珠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我 我持默感谢你一辈子 但是我不接受危险 如果你想利用这次迟迟的危机 来跟我谈条件 对不起 我不吃这道 蚩墨 你有种 你三番四四地打我的脸 明天我倒要看一下 那帮老头怎么弄你下台 我郑宝珠不会再帮你说一句话的 你先想办法吗 你不能进去 你不停 你不能进去 快点 你能进去 这是干什么 哪有 我是哪一家 你没界 你 traveled 好 张总 珍总 昨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请二位理解我一下 我的本意 并不是想让二位难看 不敢当啊 池总 我们的事 你不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吗 如果你向公检法机关检举我们 我们俩还能这么安稳地坐到这儿啊 是啊 我们怎么敢让十大董事长 屈尊向我们道歉呢 二位的意思就是还在怪我 听秘书 这是我调查二位的资料档案 但是我现在想还给你们 二位都是迟迟的元老 我接触迟迟不过才三年 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二位学习 二位的手段 在这些大恩贷里 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 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是想和你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我向你们保证 这些档案贷里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向第三个人提起 我只是希望二位 不要把昨天的事情放在心上 你不会还留有有份存档吧 绝对不会 二位是实施的左膀右臂 像这种自断膀壁 班师路砸自一脚的行为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顾前 相信的一次 那 那一会儿的股东大会 二位该怎么做 明白吗 行吗 你 对吗 委员 大会儿的股东大会儿 我专门的股东大会儿 在这儿 我们的股东大会儿 我们可能是维会儿吧 总和你 吴市长 一群过河拆桥的东西 池总 您秋后算账的本事 我可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 下面方方会议章程吧 大家按照章程上的候选人 来进行投票 老板 根据股权比例 您和张总评票 现在这种情况 咱们应该怎么办 尽管其变 我不可能轻易地 把迟迟让给别人 现在是不是只剩我的投票了 我呢 迟墨 你要和我说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要跟你说 老板 都到这个节目了 你 这最后一票 我投给池墨 你说怎么投 怎么不正要投 你想清楚了 我当然想清楚了 池墨绝对有能力 经营好吃食集团 我正保住相信他 我给你 周毛初 你认为我是为了吃事吗 我让你欠我一辈子人情 词曲 李宗盛 聚丧的失落的每一天 最终会变成过烟云烟 晚安前闭上眼睡个月 明年依然好晴天 天高的烦恼跑掉 转过身又微笑 你想我傻也好 这世界没什么大不了 我不只是单身刀而刷跑 也会进去自套 时间太大不渺小 别让有转昂 用尽全面轮廓 在下个路口的船长 幸福来到回来像暂时半山鸟 我请修好了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不放鸟 我请修好 不放鸟 Zither Harp